專屬十八到二十一歲 文化成年禮金一千兩百點 從六月初開放聯群以來 一個多月 禮用的金額達到了三億元 為了鼓勵年輕朋友進劇場 文化部昨天宣布 加碼購買青年席位 贈送一百點的優惠 一起唱著熟悉的電影歌曲 有劇團將這一部宏集一時的國片 以音樂劇模式搬上舞臺 呈現當年拍攝的幕後艱辛 特別的部分並不是說我們把電影拿來演 而是在演這一群熱血 一直想要完成這個夢想的這一群人 疫情趨緩後 藝文展演恢復正常 文化部發放給十八到二十一歲青年 被稱為文化幣的文化成年禮金一千兩百點 從六月初開放領取以來 短短四十八天 文化幣的APP註冊人數超過七十四萬 敵用人數超過三三萬 為藝文市場注入三億元的火水 對學生而言應該有一定的吸引力 所以盼望這個政策 可以試著更多的資源能夠投入 文化幣的使用類別中 書店及出版業仍舊超過半數 歧視為藝文展演 而在青年歧視的加持下 藝文展演的支出增加不少 對於這項政策青年們多希望金額多一點 而為了鼓勵支持文化展演 文化部宣布加碼購買青年席位 振一百點的優惠 而政府明年也將擴大試用範圍為16到22歲 預估試用人數將從一百萬人增加到一百五十萬人 記者陳嘉欣 謝祈文 台北報導